我很高兴跟大家宣布 台湾第一大机车品牌Tim Cole 与美国第一大重机品牌哈雷正式结盟 共同推动哈雷旗下纯电动车品牌LIFEWARE的赏识 国内机车龙头光阳工业宣布于美国机车大厂哈雷结盟 光阳入股1亿美元投资哈雷旗下电动机车公司LIFEWARE 光阳与哈雷同样是传统机车大厂 哈雷机车打造的美式机车印象深入人心 经常在好莱坞电影出现 光阳则有国人熟悉的速克达还有电动机车 与哈雷合作刚好可以补足光阳所缺的重机领域 活动在一个大型重机的发展 那反过来天空正好是缺了大型重机这块的发展 那所以我想在这样结合之后 我们以后在大型电动重机这块布局资源也会更多 这一次光阳与哈雷的策略合作历时八个月谈判才成功 现在光阳将跃升国际舞台 双方将聚焦电动重机的多方将流彩 共用平台模式开发电动二轮车款 我们会去进行共同开发 那也会有平台共享 还有这个生产基地的这样的一个整合 美国的市场基本上它也是一个大型重机的市场 当我们推出电动的大型重机 其实我们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那另外一方面 Ionix来说 Liveware他们在未来也有可能会协助我们 达进去美国B2B的市场 Liveware预计采SPSC的形式在美国纽约证交所挂牌上市 与传统IPO相比 透过SPSC的模式可以更快速且相对宽松的规范在美挂牌上市 今年国内电动机车龙头Gogoro就是并购Poima在美挂牌上市 是台湾16年来首次赴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 在台湾做挂牌上市的动作的话 可能就要受到所谓台湾法令的限制 另外台湾在筹资的部分市场的规模也不像美国这么样的大 所以在这样的考量底下 当然我觉得它会选择在美国透过这个SPSC的一个上市的一个情况 它可以享有比较高的一个本益比 整个市值的膨胀的速度相对比较快 国内机车厂纷纷透过SPSC赴美挂牌上市进军欧美市场 能否引力台湾品牌在国际上发光发亮备受瞩目 经济日报讲明人邱立行台北报导